台湾新领导人诞生 除了女性身份备受瞩目之外 新科总统怎么谈两岸的未来 全球外媒竖其耳朵听 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 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 这是历史事实 开口却不提九二共识 外媒纷纷下标定论 蔡英文回避一中原则 抗拒一中原则 蔡英文以和解口吻 呼吁和大陆良性对话 但日本共同社分析指出 蔡英文将选择和陈水扁不同路线 不和中国对立 但会透过倚仗台湾强大的民意 试图化解来自中国统一台湾的压力 蔡总统如何为两岸与经贸议题 端出新解药 全球张大眼观望 有的时候官局者轻 有些外国媒体对于台湾的分析 或许有差的一些道理 像是当中我们刚刚特别听到日本方面 他们觉得说接下来的时间 蔡英文总统可能会用 台湾本身的主流强大的民意 来化解来自于对岸的压力 这部分请教洪总统事长 你觉得大陆会买单吗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民意 来化解对方跟我们的压力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说大陆在乎台湾人民的感受 所以会让利 现在有人就觉得说 好像是大陆方面 已经不太在乎你感受如何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当然有我们主观的期待 或者说我们主观的民意 非常强烈的一种决定 但是在国际关系跟在国际政治上面 它主要的决定是来自于实力 就像我们在说买一个房子 就是地区 地区 地区 在国际关系上面呢 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就是power and power and power 就是那中共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新兴的大国 然后它在亚太在全球的战略 政治经济的话语权都逐步的提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中华民国作为紧邻 靠在它旁边的一个小国 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去了解 大国的agenda它要怎么设定 它的议题 它怎么设定它的议题 它怎么设定它的议程里面的时间表 就是agenda and timetable 我们如果没有去掌握 没有去了解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很可能 我们就是只看着自己 只说我们自己的话 而不是说着在一个国际场域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困难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我们又不能够放弃 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常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是有我们的宪法 所以我是一个国家 那我这个国家我是小 我知道我小 我知道你大 我又知道你在我的旁边 但是我们两个总能不能坐下来去寻找一个相互可以妥协的方案 那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认为大国要的绝对是面子 面子 面子 大国的面子 大国绝对是要面子 小国呢就是要确保我们的理智 就是我们确保我们的现况的生存跟维系 这种这是一个 我是觉得未来两岸一定会进入到政治性的谈判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过去是以伤为政 以民闭关 譬如说这样的方式 他现在呢会以利逼谈 以利逼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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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趋势大概在呈现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台湾内部要有高度的共识 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尤其习近平 他上来之后这三四年 你看到他的这种决策的风势 领导的风格 以及对内的那种坚强 或者说他把一些很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他在三年内都陆续把他在进行当中 那尤其像对军事 就是军委会的改革 对七大 七大禁区的改变 然后对于作战指挥部的一个新的成立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一步一步都在做 不是只有打贪跟打奢 所以台湾我认为在这种关键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成为一个他的议题 我们其实刚刚最补充一下 洪总事长讲的 你刚刚讲到说 国际间讲的就是power 这是国台办的回应 他的自信也在他的文字当中表露无疑 他特别讲到的是 我们为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的决心未变 而且能力更强 他特别强调能力更强 然后会用坚决的意志任何形式台独 分裂跟行进还有谋途 这是看到国台办他们回应方式 能力更强也就是他自信power 他自己知道现在四个大国 所以要的是面子 可是大国说要的面子 那四个字你始动说不出口 但又是因为说不出口 所以我们保住了理智 就是你刚刚讲的筹码 要继续hold住 但接下来看看是 我们台湾必须要在国际这些比较大的强国当中 能够去找到我们自己争取到的周旋的空间 那当然日本跟美国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蔡政府上任之后的第一刀 先砍掉驻美代表沈旅旬 6月5号就要离职 请问一下老师 美国专家 台美之间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局面 美国在之前虽然说不再介入蔡英文的立场 而且认为应该让蔡英文自己去思考 哪一种策略或者政策对台湾最为有利 后来美国还是忍不住出手 我想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要求 习近平在去年9月24号白宫夜化 日化是25号 夜化的时候习近平讲了一个字 但是没有我们不知道内容 但是第二天欧巴马在记者会里面提出来 说习近平提到一个字眼 就是unity unity呢可大可小 最大就是统一 我认为习近平讲的就是统一 那么也可以说是整合 经济整合 或者两岸的合作团结之类的 但是我想欧巴马讲的 用最轻的英文字眼 去描述一个习近平眼中 非常严肃的一个字眼 unification统一 我觉得这个是9月24号里面 我们所听到的最重要的话 因为这个内容 到底全部的内容是没有公开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欧巴马的演说 记者会上 记者会的讲话 你们听到一些 那么所以说美国人会很严重 所以那段时间 美国不断的提三报一把 最近还在不断的提 就是担心中国大陆 在台湾问题上老羞成怒 趁着有可能很多时机 是大陆动手的时机 第一个是美国国会休会的一个时机 第二是台湾发生大天灾的时候 这都是可能 两者加在一起 那对大陆更为有利 所以说美国虽然对台湾问题是借胜借俱 但是美国也不是可能说是 台湾关系法不是一个空白支票 让你随便填的 因为牵上去的就是美国大兵的鲜血 所以美国当然不会轻易出手 而且假如说台湾主动挑衅的话 美国甚至根本不会派兵辞员台湾 这个是台湾很多年轻人不了解的 有85的年轻人认为美国一定会辞员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习近平一定会在未来 因为本来我们大家都有他过关 但是现在显然关没有过 跟郑陆立刚刚主持人讲的 不满意也不接受 那是很麻烦 那蔡英文马上就面临了一个双疤的访问 要不要去 中共假如说在双疤访问前断交的话 那没有地方可去 您不能再找两个 找不到两位两个吧 现在回过来看当时讲的吧 有点快了一点 有点快了一点 不晓得会这样的一个结果 双疑文也许 双疑雅有几个意义 当然另外 是不是双疑雅不是我们的蒙国 不是我们的邦交国 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 我们假如说真的 不让你满意 这个压力会来 而且大陆会算到 2018是台湾的选举 与其在那个时候才施压 不如现在施压 早施压比晚施压好 因为这晚施压反而可以 让双疑文累积民意 凝聚成一个他的选票 所以说这样子来看 大陆会在尽短的时间 你看第二天就施压了 施压而且未来两三天 或者三五天 还会再更多的施压出来 因为台湾下次选 应该是2018年后了 水果假的断掉了 我们又有好的柳丁可以吃了 对台湾民众来说了 不过川家哥 马政府过去是比较 亲美有日合中 这个政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刚刚就讲到说 其实蔡英文的状况是说 他现在做一个期待 他的期待就是 其实马英九现在讲说 亲美有日合中 但你看其实马英九 基本上是对中国那方面 感觉变得比较亲中 然后蔡英文这边 你看到没有一个状况里面 马英九一上任的时候 发表隔魁之前 先发表的是海基会董事长 所以到现在为止 蔡英文的海基会董事长 还没有出现 然后他先处理的是 先处理的驻日代表 然后再过来的是驻美代表 本来这是特论官代表总统 所以你看到蔡英文的政策 他的策略里面 他想到就是拉到美日 他想要跟美日表达说 你们是我重要的 所以你看蔡英文在这个 驻外的人事里面 美日是他优先 然后当然习近平也看到了 到现在为止 你要跟我一个沟通的人 你都还没出来 所以他当然也是说停止了 为什么停止两会会谈 因为你这个两会呢 林中生绝对不是代表蔡英文 所以绝对 然后现在就拖在那边 代表着其实蔡英文就是希望 进入美日同盟 希望说他有一个大的筹码 就是说我今天赌盘的时候 我的筹码就只剩下最后九二共四了 我就希望外面有个什么大的金主 他因为对他有筹 所以就要赠助我两亿美金 所以他就是美日 所以蔡英文的策略会走向这边 那走向这边的话 你就看到他的一个演讲稿 我其实他特别注意的就是 南海和中海方面 他的那个主权 因为大陆宣示主权 是根据我们1947年以前 以后的南海的十一段线 九段线变十一段线 所以蔡英文呢 没有讲到主权在我 他只讲说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这个部分是符合美日的利益 可是对中国来讲 是不高兴的 所以其实蔡英文 就是很清楚地牵向美日 但是中国方面 恐怕也不会让他 这么打如意算盘 那是不是也因为 没有人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内阁的名单 被批评是又老又男又蓝 蓝的部分呢 你看看 其实两岸事务的卢会主委张晓月 外交部的部长张大伟 李大伟在哪边 在这边 就是人家说好像面对外交 或两岸的部分 现在对于新任革命来讲 你怎么看 来 洪同志导 我想当然这个革魁呢 整个内阁 事实上有四个月的时间 可以来准备 事实上最长组阁时间 事实上是最长的组阁的时间 那你认为这是黄金名单吗 那我觉得这个 因为没人跳了 这样子的黄金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 基本上在这一次的组阁里头 我有几个观察 我觉得第一个 蔡总统是相当程度的授权林权 让他去找他的财经方面的幕僚 因为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委员会 国华委是陈天芝 陈天芝就是过去金建会的主委那样的 国华委的主委是陈天芝 陈天芝是马英九的时候任命的 第一任的金建会主委 也是在他的任内完成ACFA的金建会主委 他是放到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个是金管会的主委 金融管理委员会 就是证监 银监跟保监 就是银行证券跟保险 谢金额说他找了七位 七位都不去 对 但是他基本上他找丁克华 那丁克华某一个程度上面 就是一个很 就是一个相当稳健型的文官一路这样上来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内阁呢 是有一部分是属于林权的 另外一部分呢 是属于陈建仁副总统的 因为陈建仁副总统在科技 在医疗 在各方面他都有他的参与 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总统 所以他是用三个人来共同组这样的一个内阁 那所以现在在总统府里面呢 他成立了几个委员会跟办公室嘛 包括新南向 新南向这个是有经济部 然后有事实上科技部 农业部都关联在内的 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内阁 我会认为应当是一个双引擎 以蔡英文的昨天所宣布的这样子 他设立的司法 他也弄一个司法国事会议 然后真相他也一个真相委员会 然后在院里面呢 设能源跟减碳 然后设新南向 所以这些东西他会是两个引擎在那边跑 那这是我对于未来的内阁的运作的一个了解 那因为我自己在立法院里面很长的时间 那我觉得说这里面呢 有一些人事实上 像李世光 我觉得他是可以大好大坏 他是一个他可以做得很好 也有可能做得很不好 因为他基本上呢 他就是一个跟传统的经济领域 就说经济部长这边 他就不是 他既不是来自国贸 也不是来自工业局 那他是来自于创新 他对科技的创新这个部分上是他的专场 那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用创新来驱动台湾的经济成长 那这个在台湾来讲也是一种期待 也是一种挑战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拭目以待了 那我觉得任命了 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要祝福他们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好 因为他们做得好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才会好 的确是如此 等一下我们来继续延续这话题到了 接下来台湾在国际间 包括南海跟东海的角色问题 马上回来